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个Fream Pass的U盘 盘组那边也是经过一个月的三思以后 最终才找我恢复的 另外,它带过来的这个数据拷贝盘也是同款 看来是真爱粉了 U盘我刚才上集看过 是只有声音,没有任何反应的 咱们再来看一下 确实是没有反应的 检测工具上面都看不到信息 这一种外壳我之前拆过一些 它是有固态U盘版本方案的 如果运气好遇到的是258XT组红 那会大幅度增加成功率 万一不幸遇到海力士或者是259XT 配了一些不知道哪里来的QLC颗粒 那我估计这一份数据肯定不能要了 其他的可能有IS918或者是惠勇的3281组红 但是今天看到这个外壳这么大 我赌它里面是固态U盘的方案 具体是哪一种吗 接下来就是开奖的环节了 我们把这个U盘给它拆开 因为这一块盘的接口附近还打了胶水 我也是用了一些比较温柔的手段 才最终把它给拆下来的 这个主控跟我预料的一样 用的是258XT的主控 这个焊盘是BGA304封装的 BGA304的颗粒一般是东芝的或者是闪迪的颗粒 那它具体是什么颗粒呢 我们来看一下 让我看看它用的是什么颗粒 闪迪的大黑片 这个标肯定是厚打的 原装的我给大家找一颗 这一片才是闪迪的原厂正片 我们可以来对比一下 这个字体打标的质感就明显不一样嘛 我们再来检测一下 它这个盘的颗粒ID能不能读取出来 如果有时候缺少颗粒ID 它也是无法识别的 现在我短接上机都是不认盘的 该不会是它这个桥接芯片坏了吧 原版上不识别那没关系 我们直接给它来做一个针线活 要过它原来的这个桥接芯片 只需要把这四根数据线 然后再把两根电源线给它飞上来 就可以直接用SATA的转接板来识别这个盘了 刚花了点时间 我已经把这个针线活给它做完了 因为做针线活的那一个角度并不好拍 所以呢我就直接在后台运行了 咱们给它上电看一下 现在电流是正常的 不过卡在了0.23这里 有可能是掉固件的 我们上机确认一下 上机确实没反应啊 让我短接看看 好的 现在短接可以正常读到这个主控 证明这个针线活做的没有问题 主控也正常 我们看一下颗粒ID 闪迪的颗粒四个ID全部识别正常 证明它除了桥接器坏了以外 这个固件也挂了 咱们给它重建一下翻译器 看看有什么效果 U盘的翻译器这边 我已经给它做完了 但是上面爆了一堆错误 我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啊 还是来看一下具体数据表现吧 先看一下这个分区能不能出来吧 好的 分区还可以访问到 我们来统计一下 它里面用了多少空间 用了有一半啊 120多G 看一下有多少是好的 有黑块啊 证明这个芯片的体质 确实不是很好 我们给它跳跃一下吧 好像几乎都是这种 一会好一会坏的 这个盘如果有60%的数据可以出来 都已经可以偷笑了 就这样先让它跑着吧 没办法 芯片太差了 我们再来看一个高端一点的 FinPathU盘 这种U盘我在前两周的时候 收到过一个同款样式的记忆犹新 里面用的是单片一梯 没有打标的颗粒 主控是2259XT2 当时的那一个U盘是恶修的 对方跟我说 在上架那边恢复出来的资料 觉得不够多 想让我再挑战一次 结果到我手上检查的时候 那是一点都恢复不出来 当时我就认怂了 赶紧给对方退了回去 说白了 数据恢复只是一种补救措施 但它并不是万能的 相估它硬盘或者U盘 能恢复个80%到90% 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 完美的那种屈指可数 现在这个盘上电电流 看起来是正常的 以上是题外话了 有可能这个盘还是固件的问题 这个盘我看了一下 算是一修吧 都没有拆过的 咱们来打开看一下 里面的做工如何 这一个就是它的本体 主控方案又更新了 这一次用的是群联的PS2251-17主控 颗粒用的也是群联封装了 根据群联的命名规则 这种H开头的颗粒 一般是代表海力式晶圆 海力式的颗粒用在这种群联封装的白片上面 还是非常罕见的 所以准确来说 比起我之前拆的那一个ETB的2259XT2方案 也好不到哪里去 今天的这个是512G的 一般在群联代工的盘上面 用的比较多的 还是凯霞闪迪 或者美光这一类的晶圆 这两个应该就是它的短接点 咱们短接上机看一下 如果它短接以后 可以正常识别到这一个主控 那就可以直接放弃治疗了 好的 现在我已经给它短接上了 这一个主控完美检测出来 所以今天的这一块盘 它又是一个绝症盘 拆颗粒读芯片的话 那一些也不现实 因为这一个主控用的是 类似固态硬盘拼桥接芯片 再封装到一起的那一种结构 采用LDPC纠错码 拆芯片读出来也是做不了的 因为这种纠错模式目前还不支持 只能等以后有机会再试一下了 我们再来看一块OVO牌的硬盘 跟上次翻车的一样 属于X800系列 只不过今天我手上的这一块 是一手接过来的 算是一修盘 刚才我上设备检测了一下 发现它的硬盘是缺少了一个颗粒ID 它上面有四个颗粒 应该是对应四个颗粒ID的 但是我在PC3000上面 只检测到了三个 还是少了一个 我们用开卡工具来再次检测一下 从这个开卡工具上面看 它缺少的是左下角的这一个ID 根据刚才查出来的颗粒ID 这是B16的颗粒生产批次 这个主板上打的是22年的 22年我记得都已经出到B47的颗粒了 B16的颗粒一般在18年左右生产的硬盘上 使用的比较广泛 想想都挺魔幻的 因为这个电路板的布局 我具体也没有测量过 但是根据缺少的位置来看 大概率是主控左边这个颗粒 对应的后面这一个颗粒 或者是反过来的这一片 大致区域圈以后 我们先把颗粒拆下来 单独测试一下 针对目前的这一种情况 我个人为了稳妥起见 还是先不要直接干它的主控 因为它毕竟现在只是缺了一个ID 万一主控干完 全部颗粒ID一起消失了 那只会自己给自己添麻烦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一个颗粒的位置有没有拆对 好的就是这一颗 现在我们拿个测试架 来单独测试一下 这个是颗粒挂了 今天我就像是进了杂货铺一样 前面的除了第一个还在抢救以外 后面两个无一例外 全部翻车了 像这种一线的大牌子 实在是太难修了 还是二三线品牌更适合我 所以我特意挑了一块七彩虹的硬盘 来降低这个维修难度 它的颗粒用的是三星油锁片 不过上面的原厂标因为某种原因被抹掉了 这块盘的故障 同行那边跟我说是上机不出信号的 这个电流并没有跑上来啊 它的电流没跑上来 所以上机不出信号也是很正常的 希望这块盘能让我轻松解漏 5V输入这边是正常的 3.3.3也正常 这里也是3.3 1.2V也是没问题 这个宫殿看似没啥问题啊 难道是它的主控坏了 我们再来测量一下 这一颗金振有没有正常的起振 现在这一个金振 它好像是不起振的 四只脚 全部都没有反应 所以这一块盘 我打算先给它换一个金振来试一下 为什么我会考虑先换金振 而不是直接干主控 虽然说主控损坏 也会导致这一个金振无法起振 首先这一个金振 它表面是有一些腐蚀的迹象的 所以不排除它内部可能也会出现问题 如果这个主控是短路的情况下 一般会把3.3V或者1.8V给拉低 甚至把5V直接给短路掉 但是经过刚才的测量 再结合以往一些经验来判断 它并不满足我直接干主控的这一条 料板我已经给它准备好了 咱们直接从这里拆一个金振更换过来 现在上电 电流已经可以轻松跑上来了 并且有跳变 右下角的指示灯都亮起来了 之前总有网友谴责我在焊接的时候 会把这个接口给它搞坏 问我为什么不做一点保护措施 其实这里做不做保护都是一样的 就算我用耐高温的隔离胶带把它贴起来 因为过于靠近热源了 到时候还是一样会被融化掉的 而且我的目的是给它做资料恢复 而不是给这一块硬盘做美容 OK 现在上机已经可以轻松识别出来了 果然还是这种更简单一点